大家好,我們要上大家日本語第四課的下段 大家日本語第四課的前面的上段跟中段的影片 我們要講五段動詞跟上下一段動詞 所以講的差不多了 那接下來就是一些例句 我們把這些例句給帶完 那我們看到這個六個四頁 一句一句帶 這個經是什麼? 今 今 現在的意思 今 4時 今 5分 今 5分 5分 現在是4.5分 就這樣 這個です 是4 今 現在4.5分 好,列進去 今 今 九時半 今 九時半 今 今 半 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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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時 現在幾點 好,這個今是現在,何時是幾點,ですか?是疑問 今何時ですか?現在幾點呢? 好,那我們看下面第二個 休息日是放假 休息日是放假 休息日 好,那個水曜日我們上次說,禮拜三 休息日是水曜日 禮拜三休息 休息日是土曜日 土曜日是禮拜六 然後透是汗 所以休息日是土曜日 土曜日是日曜日 所以這個放假是禮拜六和禮拜日 看下一句 休息日是南曜日 南曜日是日曜日 好,那個南曜日就是禮拜幾 所以放假是禮拜幾 拍下這一句 休息日是十一日日 назад 休息日是十一日朝 因為從十四點到一鐘 再到一定 大概到一點 現在那邊拍次數字是肯定 所以從十二點到一點 他他是從,所以從12點 那點是到,到1點 那個前面是那個 他主詞,主詞是 Hiru Hiru是中午 後面叫Yasmi,Yasmi是休息 所以HiruYasmi,中午的休息 我們就叫午休 那這句在裡面 HiruYasmi,我 午休 12時 從12點 1時 到1點 我們下看 然後再句 HiruYasmi 12時 從12點半 開始 從12點半開始 1時 15點半 到1時 15分 到1點15分 然後到1點15分 到1點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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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時まで?到幾點?ですか? 我每天早上六點起床 我每天早上每朝 每朝是每天早上 我每天早上六點 六念六 六時に起床 每天早上六點起床 我每天早上七點半 七點怎麼講? 七時七時幾 七時七點 七時七點 七時七時半に置きます 七時半に置きます 七時半に置きます 每天早上七時七時半起床 好 你每天早上幾點起床 所以 あなたは毎朝 你每天早上 幾點 何時に 明天早上幾點 起床 何時半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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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上次有講過月曜日就是禮拜一 月曜日是禮拜一 月曜日從禮拜一到禮拜五 那後面的僱用是工作 這個很簡單,講過很多次了 第六句 我們現在是講六十四頁練習 我每天 勉強 我每天 讀書 好,我們上次有講過 我們說日文的動詞有三組 第一類動詞是五段動詞 第二類動詞是上下一段 第三類動詞 我們叫做克蘇變化動詞 第三類動詞有兩個 一個叫做死嚕,一個叫做哭嚕 那我們先講死嚕 因為死嚕這邊有出現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 死嚕就是做什麼事情的做 那死嚕的動三就是他的原型 叫做死嚕 那死嚕的動二跟動一都 就是一個C而已 好,寫一下 那還有動詞動五 我們做第一課 沒有用到動詞動五 所以動詞動五我們先不要管他 好 死嚕是做什麼事情的做 那要怎麼用 通常他前面會放一個名詞 他前面會放一個名詞 OK 好,我們說名詞O動詞 O是把前面這個名詞做到後面這個動作 就是名詞O動詞 好,那譬如說 抄一下 好,這個Tennis Tennis就是英文的網球 那TennisO TennisO死嚕就是 把網球抓來做這個動作 那做網球的動作就是打網球 所以TennisO死嚕就是打網球 OK 好,那我們也可以這樣寫 我們也可以寫Tennis死嚕 好,我們原本是教名詞O動詞 那Tennis是網球 O是把 所以把這個網球的這個 把網球出來做 做網球的動作就是打網球 好,那你也可以名詞加死嚕 這是他課書的 那名詞加死嚕它就會變成什麼動作 那因為死嚕就是做的意思嘛 那Tennis死嚕就是什麼 就是做網球這個動作就是打網球 好,譬如說 Cashio Cashio是化妝 Cashio是化妝 化妝是什麼詞 兩個漢字 寫下很重要 兩個漢字一定是名詞 日文的兩個漢字一定是名詞 那我怎麼變動詞 很簡單,我們把它加死嚕就變動詞了 所以化妝的動詞就叫Cashio死嚕 化妝的動詞叫Cashio死嚕 那如果我要講禮貌一點呢 那我要化妝 我要化妝 我不化妝 那我們說要講禮貌一點的肯定就是加MAS 否定就加MAS 那我們前面有講你要怎麼接MAS 動二加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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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S 所以我要化妝 那我們說 我們剛才有講有沒有 看一下 小一點 好 你這個死嚕的這個動二有沒有連接型 他的動二死嚕圓形嗎 這動詞圓形嗎 那我們說要動二加MAS 那他的動二是C嗎 所以就會變CMAS 他動二加MAS就會變CMAS 有沒有 所以變Cashio死嚕 好 Cashio死嚕跟Cashio死嚕 Cashio死嚕是要化妝 要做這個動作 那Cashio死嚕也是要化妝 可是哪個比較禮貌 我們說講MAS的這個比較禮貌 那不化妝呢 不化妝呢 不化妝就是Cashio死 Cashio死ません Cashio死ません 就是不化妝 這樣子 我們看懂 不化妝我們現在有交兩個 Cashio死嚕 這個原本是Cashio死嚕 那你死嚕改成動二 動二是什麼 我們說動二加MAS 動二加MAS 動二加MAS 動二是個C 所以叫Cashio死嚕 有沒有 好 那我們說如果你要講 比較口語的否定 比較口語的否定 我們是動一加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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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說死嚕的動一動二 死嚕又叫克數變化動詞 因為它是或者叫不規則變化動詞 好 再講一遍死嚕的原型是什麼 死嚕是 他原型是動三 那他的動二跟動一都是一個C 他的動二跟動一都是一個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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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說動一加Nine 我們說動一加Nine 所以他就會變什麼 他就會變CNine 所以不化妝 我們可以講 結束しない 也可以講 SIMASEN 這個是動二加MASEN 動二加MASEN 是比較禮貌的否定 那動一加Nine 是比較口語的否定 那一樣 所以結束しません 結束しない 就是不化妝 這樣嗎 這個如果你聽不懂沒關係 我們慢慢講 但是我每次上完的課 請你一定要背手 一定要把裡面的東西全部抄一抄 要背手 嘿 不然會跟不下去 會跟不下去 然後我放網路上的好處就是說 你可以一直重複的看 好 那我們看這個 BenQ BenQ 我們上次有講過BenQ 是讀書的意思 那BenQ 一聽他是 他是讀書 但是他是兩個漢字 兩個漢字 我們說兩個漢字 三個漢字 四個漢字都是什麼詞 都是名詞 一個漢字 兩個漢字 三個漢字 四個漢字 五個漢字 後面沒有字母 這個都是名詞 那我們要怎麼變動詞 我們名詞加15 就變動詞了 所以BenQ 是讀書 是名詞 兩個漢字是名詞 你給他加15就變動詞 所以BenQ 讀書 名詞 那BenQ 是讀書 動詞 有沒有就這樣 那我講禮貌一點 我們講禮貌一點 我們是動物加mas 那死物的動物是c 所以BenQ します 有沒有 OK 那否定 BenQ 我每天都讀書 好 那我們看一下 那我們第六句 私は 私は 我 毎日 我每天 勉強 します 我每天都讀書 換你懂 好 下一句 私は 下一句是什麼 私は 我 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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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ll 他現在是寫明日 明天 明日 明天 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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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oton 明天可以翻學習,明天要學習 明天沒有放假,明天要去學校讀書 下一句 私は昨日 昨日 昨日是昨天的意思 如果我們是過去的時間的話,我們就要改成KAKOKE 日文的過去念KAKO 形的話是念K 日文的過去形就是英文講的過去式 過去式 日文的過去式 你記住 只要你看到這個他在結尾就是過去式 日文的過去式很好認 你只要看到這個在結尾就是過去式 那我們現在有教 你東二加MAS 我要做什麼嗎? 未來我要做什麼? 東二加MAS就是 我不做什麼 如果是過去肯定 我昨天有做什麼? 昨天是過去的時間嗎? 過去式的話就是東二ました 就是我有做什麼? 那如果我昨天 我上個月我昨天沒有做什麼 就是 MASENDESHITA 好,寫一下 好,再講一遍喔 我做了什麼叫做MASHITA 我昨天做了什麼 昨天是過去式 那我昨天沒有做什麼叫做MASENDESHITA 好,有沒有 好,譬如說 昨天我有吃了 我有吃了拉麵 我有吃了拉麵 所以昨天怎麼講 KINO 時間最前面 KINO 昨天 拉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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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麵是拉麵 喔 好,我們吃叫做TABELU 那TABELU 我們上次有講TABELU 是上下一段嗎? 那你上下一段的動二是去路直接加嗎? 我們說 上下一段的動二是 有沒有 上下一段的動二就是 你記得嗎? 上下一段的動二嘛 第二組動詞嘛 上下一段的動一是什麼?去路 有講過去路 上下一段的動二也是 去路 有沒有 那我們上下一段就是TABELU 上下一段嗎? 那你去路就是動二 那我們動二加 這些都接動了嗎? 所以我昨天有吃拉麵 所以KINO 拉麵 喔 食べました 昨天 我有吃了拉麵 好 如果你這邊聽不懂我在講什麼的話 請你把我前面的影片 第四課前面的第一個影片 跟第二個影片 你要重看 喔 他有一些規則 你要背 不是說你一直看我的影片就會 你要 你如果看我一個影片一個小時的話 你可能要超到兩三頁 然後課本你可能要超兩三頁 請你把那些規則全部背首 有一大堆小規則 你那個小規則如果沒有背首的話 接下來的話 你會 適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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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後就讀不下去 你要把我那個規則每次都背首的話 接下來你就越讀越輕鬆 學日文 好 我老實講 我以前教過很多台灣的工程師工科的出來的 我以前也是工科的 我以前大學都在算那個什麼方程式 什麼熱力學 機械力學 那些 OK 那很少在背東西 那後來我轉系了 好 就是學習方法不一樣 那我 我之前我教十幾年我教很多工程師 那些工程師都是絕頂聰明 但是他們打死都不被單字 打死都不被單字 所以我教工程師的成功機率 都有十個裡面只有兩個 可以卡到五級 可以卡到四級 可以卡到三級 可以卡到二級 可以卡到一級 才會一直卡到去 十個裡面有八個都陣亡 為什麼 因為他們每次都不被單字 然後裡面東西完全不被 然後一直累積一直累積 這個東西不是理解而已 而是你要去背 OK你要去背 所以你要把那些規則全部背起來 你這些文法規則都沒有背起來的話 學到最後就沒有辦法了 好 好那我們這個食べ爐上下一段 那我們說要接上下一段 我們要趕過去是什麼 動二加ました 那你這個塔在最後面就是了 所以食べました 就是我有吃的 那我昨天沒有吃耶 如果是過去否定 沒有就是先加ません加加でした 就是什麼 食べませんでした 所以就是 那我有沒有教過工科的考的 就是日文學的非常好的 有 有 我有教過一個 我教過三四個有三四個讀得非常成功 是工科的 一個是一個台北科技大學 汽車科 他好像花了一年半卡到二級 好像花一年半還是兩年卡二級 而且他是要 在學校上課他不是完全就是懂 他是在學校上課 然後用課約時間 然後拿他們學校獎金 他們 考到二級好像可以拿一萬塊獎學金 而且可以去姐妹校 去 然後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是考到一級 一個另外一個是博士生 他好像拿國課會獎學金 什麼的 然後去日本 然後他也是 他也是考一級 然後他們就是 就是 他們就是 就是 要背就是會背 不會 拖半天 就是 有些東西就要背 尤其是那個 那個博士生 他讀書讀超快的 他腦袋很好 這可能跟他長久讀書 那個腦袋 訓練得很靈光 肌力超強 有關係 我也不知道 反正那個是 然後 讀不起來 通常是五級就讀不起來 因為五級就沒有背單字 ok 所以你如果越努力背 你就學的越快 你如果越不背 你就學的越慢 然後學不下去最後就那個 好 所以 你過去 你東二加マシダ 就是我有做了什麼 你東二加マセンデシダ 就是我沒有做了什麼 就這樣而已 好 譬如說 啊我昨天有去的電影院 有沒有 好 那我們的去 我們上次講 去叫什麼 去的話是 一窟 一窟 一窟的話是什麼 好五段動詞 一窟是五段動詞 因為後面不是嚕 我們說有嚕的 有嚕的你才要去 有嚕的你才要去判斷 他是不是上下一段嗎 那你如果都不是嚕的話 一定是五段動詞 好那一窟是五段動詞 那 欸 OK 好 譬如說 我明天要去 我明天要去 明天是 未來市 明天是什麼 明天 明天行きます 我明天要去 啊我明天不去耶 都是東二加マセン 所以明天行きません 我明天不去 好那我昨天有去的耶 昨天叫什麼 昨天叫什麼 昨天 我有去的 是東二接ました 所以什麼 行きました 我昨天有去的 我昨天沒有去的耶 過去否定是什麼 就加ませんでした 所以就是 行きませんでした 就這樣而已 代公式 就是什麼 東二加ます 這是什麼 東二加ません 啊這個是 這個是東二加ました 老實被公式 好 然後這邊是 東二 那先 でした 好 這樣換嗎 好 往下看 好 那我們看課本的這個 六個事業這個第六 下面第六個 有沒有 哦 他是說 我昨天有讀書嗎 所以 私は 昨天 昨天 我們說讀書叫什麼 讀書叫 勉強 兩個漢字 勉強嘛 那我們說勉強兩個漢字是名詞 那我要怎麼變動詞 我們說你加食物 你名詞加食物就變動詞了 所以是勉強食物 好 那我們要怎麼改成過去式 我們過去式是什麼 動詞 動詞加 Defense 動詞成 動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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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遞動詞 動詞 動詞 因此 肯定的話 我昨天沒讀書 啊,我昨天沒有讀書咧 我們說過去否定是接什麼 是接ませんでした 所以是 昨天勉強しませんでした 就這樣而已 就是 這單字 大公式 就這樣而已 那下一個 OTOTOY 我們說OTOTOY有漢字有沒有 OTOTOY漢字寫一昨日 日昨日是昨天 那OTOTOY是什麼 昨天的昨天就是什麼 前天 所以OTOTOY 前天 勉強 しました 我昨天有 我讀書 那我前天沒有讀書咧 就什麼 勉強しませんでした 就這樣 好 看一下一個 但是我們上次講過 這個NERU是什麼 原型叫NERU,NERU是睡覺 那你這一刻重點是 你要判斷是五段動詞還是上下一段 那你這個是什麼 我們說RU前面 RU後面有RU 你RU前面是第二個 是上一段 第四個是下一段 你是第四個 所以他是下一段 那我們說不管上下一段 上下一段的那個動二動一 都是去RU直接解 有沒有有講過 所以你看我們動二加MASU 所以NEMASU NEMA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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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斷動詞你要這樣數,你第二個是me 所以我們動作加mas,所以是什麼? yazumimashita 動作加masen yazumimashen ok 然後再什麼?yazumimashita 然後 yazumimashen deshita 我們說yazum是休息 yazum一個字是休息的意思,你前面如果放一些什麼機關,放一些什麼機關,放學校就跟學校請假 你前面有放什麼公司,就跟公司請假 所以我昨天沒有請假,我昨天沒有休息,我昨天沒有請假 昨天 yazumimashen deshita 昨天我沒有請假,昨天我沒有休息,昨天我有休息 yazumimashita 昨天我休息 yazumimashita 好 好 好,那我們來學個字,我們剛才說 你第三組動詞啊,我們第三組動詞有兩個,一個是siru siru是做嘛,那siru的話我們說接在名詞的後面,他就會變動詞 那他通常接在什麼名詞的後面會會變動詞 寫一下就是那個日文叫做名詞性動詞啊,就是這個名詞聽起來像是個動作啦 好,譬如說 好,即殺子 即殺子,有沒有 benq 有沒有 哦 OK 哦 自殺,自殺是什麼 自殺,勉強喔,這都什麼,這都動,這都動詞吧 可是,這兩個漢字是名詞沒有錯,但是他聽起來很像個動作嘛 他聽起來很像個動作嘛 這三個 是兩個漢字都是名詞沒有錯,但是他聽起來很像個什麼 他聽起來很像個動作嘛 所以這種,這種名詞我們給他加siru就變動詞 有沒有 講了嗎 嘿,要講 好,就這樣 好 現在這個Youtube好像有那個Youtube好像有什麼審查機制,而且他會很厲害,他會去掃描你的影片 他會去掃描你的影片 所以我們不能舉一些太負面的單字,不然到時候會被那個 那時候會被處罰 所以 這個趕快把他消掉 現在還是現在這個 管制的有夠嚴格 這種負面單字我就不交了 好,往下看 好,再次 Hadraki Hadraku是工作 那你如果後面不是嚕的 你的節約也不是嚕的 百分之百是什麼 我們說你後面不是嚕,百分之百是無段動詞嗎 好,那他說 我要工作 我明天要工作 明天 Hadraki Hadraki 明天要工作 明天要工作 Hadraki Hadraki Masen 我昨天有工作 我昨天工作了 Hadraki Mashita Hadra Hadraki Mashita 工作了 那你前面要放一個過去的時間 比如說上個月 上個月 前月 前月 Zengetu 我上個月有工作了 我上個月有做工作 我上個月沒工作 Zengetu 我們後面加什麼 Masenでした Hadraki Masen でした 我上個月沒工作 我上個月沒有做工作 就這樣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62頁 我們看一下這個 上面的這個文型 文型的巨型 講過 我們看 這個都教過我們 唸過去好了 第一句 今 現在 現在 4時5分 現在是4點5分 第2句 我 私 我 我 每天早上 6時 起床 我每天早上6點起床 有沒有 你這個 起床是上下一段 上下一段 我們說去路加媽 10歲 就是 我每天早上 6點起床 好 你看一下喔 你這個動二加媽10有兩個意思喔 一個是寫下一次性的 一個是一次性的 好 還有那個日文的一回就是 就是一次的意思 好了 寫了嗎 那第2是指日常生活的習慣 第2是指日常生活的習慣 就是多次性 你寫下寫重複的多次性 好 譬如說這個 起床 譬如說 我明天要6點起床 明天 好 明天 6時 起床 明天我要 6點起床 幾點加你 幾點後面就要加個你 好 那你這邊是一次性嗎 我明天要6點起床 可是如果我沒有加明天 喔 沒有加明天譬如說 他這邊講 mai asa mai asa是每天嗎 我每天6點起床嗎 我每天6點起床是什麼 就是我的日常生活習慣 就是多次性 我平常都6點起床的意思 所以你加這個mass的話 我們在講有兩個意思 一個是什麼一次性的 我明天要6點起床一次 那如果你看到這種mai asa 6時 我每天都是6點起床 每天早上6點起床 所以是多次性的 是有點生活習慣那種感覺 這樣會嗎 好下一句第三句 私は 我昨天 勉強しました 我昨天有讀書 昨天 你這個勉強 勉強是讀書 我們說勉強兩個漢字 要加食物才會變動詞 那我們說你要接過去式的話 你要動了加ました 那我們說食物的動物是什麼 食物的動物是c 所以你在接ました 就是しました 所以 昨天 昨天 勉強しました 昨天我有讀書了 有沒有發現都是一直不斷的重複 初級的課本就是你會覺得很煩 這個都會的還一直重複一直重複 他就是希望 不斷的重複讓你學會啦 出書的人用心良苦 有沒有 好那我們往下看 這個雷噴 這個雷噴叫什麼 例句的意思 我們看例句 好那個都交過了全部用念的 好第一句 今 何時ですか 好今是現在 何時是幾點 所以今何時ですか 現在幾點 日 OK 日時幾分です 喔 好你我們看一下 好我們的 我們的10分20分30分 好我們的10 20 30 40 看一下幾點10分20分30分有沒有 原本的10是念什麼原本的10是念9 原本的10是念9 20是念什麼 上次有講過 20的話是念你9 30的話是念什麼 39 9 9 有沒有 好那10分的話你可以念什麼 9 9 10分的話你可以念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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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那日本人喜歡這樣子喔 他喜歡在幾點10分的時候 他喜歡把他音變成一本 一本 譬如說 5點10分 喔 5點10分 那5點20分 國際 你幾分 好這整點的才有喔 整點的 整 10分20分30分才有 喔 所以國際你幾分是不是 5點20分 好 那5點30分內 國際 國際 三一本 國際三一本 5點30分 喔 這是他們的音變喔 那你5點30分你也可以講5點半吧 你也可以講 國際漢 你也可以講國際漢 好那5點40分內 國際 國際用一本 國際用一本 好你超一下喔 用一本 好 再講一遍喔 原本的10分念什麼 九分 20分念你幾分三九分 但是他們10分20分30分他們喜歡講什麼 他們有音變喜歡念一本 你幾分 三幾分 OK 那5點半你可以講國際漢 半就是 5點半就5點30吧 那40分呢 國際 用一本 好 叫他們 有這種念法 就是這種念法比較 還蠻常聽到的 好 那這邊的錄音帶我不知道他是念哪一種念法應該是會 好 好那你這個 課本的錄音帶我有貼那個購買網址在下面 要要買喔 好下去 去 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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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紐約就紐約 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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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零itä 0 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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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夜十二點 上午零點 半夜十二點 累積幾分です 午前 累積 幾分です 上午 零點十分 就是凌晨零點十分 有沒有 好 下一句 Apple Apple 我們上次講過是蘋果嗎 Apple銀行 蘋果銀行 何時から何時までですか 何時から從幾點開始 何時まで到幾點 九時から 九時是九點 九時 九時から 從九點開始 三時までです まで是到 所以到三點 9時から 從九點 三時まで 到三點 です是肯定 好 再看 買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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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晚 每天晚上 每天晚上 幾點 你每天晚上幾點睡覺 好 注意幾次に 十一點 寝ます 睡覺 那你這邊 我們說 這邊的mass 是什麼 我們說有一次性 跟日常生活習慣 每天都這樣做 每天都會重複性 好 所以 這邊是什麼 這是 每天幾點睡 十一點睡 有沒有 所以 日常生活習慣 每天都這樣做 再去 毎日 每天 難幾から 所以 毎日 每天 難幾から 所以 每天從幾點 難幾まで 到幾點 勉強 しますか 所以 每天從幾點到幾點 每天從幾點 讀書到幾點 朝 9時から 早上 從9點 午後 3時まで 到下午3點 勉強 します 從早上 9點到下午3點 再讀書 有沒有 下去 土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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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個講過很多次 免許是什麼 兩個漢字是名詞 那你名詞加食物會變動詞 那我們說改成過去是 我們說你要 我們看一下 免許兩個漢字是名詞 那你加食物就變動詞 那免許是讀書的意思 那我們說改成過去是要動二階 所以免許しました 是讀書的 可是我們改成問句後面加個か 這個か有點像英文的這個問號的意思 就是疑問的意思 昨天免許しましたか 昨天你有讀書了嗎 你這個か一定是問對方 不是問自己 日文的か一定是問對方 不是問自己 一開始的時候 所以昨天勉強しましたか 昨天你讀書了嗎 他說不我沒有讀書 不就什麼 いや 勉強し 我們如果過去否定就是接什麼 用動二 動詞第二段加ませんでした 所以勉強しませんでした 所以是 いや 勉強しませんでした 不 我昨天沒有讀書 就這樣 好 那我們看六三頁會畫 有沒有 好 我們看這個會畫 好 那這個我們講過很多 說手機打的是什麼 手機打的是您那邊 您那邊叫手機打 手機打挖 您那邊 難幾 待 好 待 是到 難幾是幾點 所以到幾點 ですか 我們就翻 呢 您 您那邊到幾點呢 有沒有 好 我們看第一句 好 這個叫Mira 叫Mira 那你如果看那個寫片假名 還是外國人 好 然後他打電話去問人 有沒有 他打電話去問人說 すみません 他說すいません 對不起 阿すか 這阿斯卡是什麼 明日翔 那一家店叫明日翔 好 すいません 阿すかの 電話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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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是狗 電話叫做電話伴口 電話伴口 所以 阿斯卡の電話伴口 挖 挖起來後面 南榜ですか? 所以 明日香的電話號碼是幾號呢? 南榜是幾號 阿斯卡ですか? 你說阿斯卡嗎? 明日香嗎? 你看一下 5275 5的話就念勾 所以5275 5的話就念勾 2的話是念 你 7的話是念 7的話是念 那那 有點眼睛脫抗 所以是5275 5275 5275 中間那個念 NO 5275 NO 2725 52725 52725 8個號碼 好 下一句 DOMO DOMO是非常 arigato 是謝謝 所以 非常謝謝 非常謝謝你 那你如果 arigato 你要再更禮貌一點 後面再加 所以 DOMO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非常謝謝你 好 下一個 店 店叫做 店 店裡面的人 店裡面的人 就是 店裡面的工作人員 好 然後他說 嗨 阿斯卡 然後那個街道 打過去 他就說 是的我們是什麼店 是的我們是阿斯卡 然後 那個 Mira 就問他 すみません すみません 很對不起 そちらは 很對不起 そちら 您那邊 那邊 何時まで ですか 您那邊到幾點 そちら そちら 是您那邊 我要請到後面 何時まで ですか まで 是到 所以您那邊 營業到幾點 好 十時 十時 十時まで です まで 是到 十時 十時 到十時 那 です 是4 所以 4的到十點 那です 不用翻 4的到十點 です 就肯定 就不用翻 好 下一句 他就問 你們放假什麼時候 やすみわ 南幼比 南幼比是禮拜幾 所以 やすみわ南幼比ですか 您放假是 禮拜幾 放假是禮拜日 所以說 日曜日 日曜日 休みわ 日曜日 我們的休息 放假是 禮拜日 そうですか 這樣子嗎 そうですか 您放假禮拜日嗎 我們上次有講過這個 sou 是代表什麼 sou是代表上一句講的東西 你上一句講的是禮拜日嗎? 所以そうですか? 這樣子嗎?禮拜日嗎? ですか是媽嗎? 所以そう是代表禮拜日 所以這樣子嗎?是禮拜日嗎? 好下去 どうも どうも 非常謝謝你 好,這邊有個問題 為什麼你上面那一句要講 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上面那個人 他這個Mira是跟他講 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有沒有 要講的比較禮貌 因為他可能是在公司 或者是他跟同輩還是 就是他在公司 那可能問他 他覺得對方是地位比較高的 他需要比較尊敬的 還是那個是他比較陌生的 所以他講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好,可是 他Mira 這個463頁這個 繪畫的這最後一句 為什麼他只講的他對電源只要講どうも 因為日本人認為 消費者是比店裡面的人 就是比電源還要大的 所以他對電源的話不用講到太禮貌 哦 所以他對電源只要講どうも就好了 這樣懂嗎? 他就好 好,日本人認為消費者比較大 所以對電源的話 譬如說去日本吃飯 然後你吃完的時候跟電源講 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然後你還跟他鞠躬,電源會嚇到 為什麼?因為反了 因為你在日本如果吃完飯的話 如果你是在有很貴的餐廳的話 如果你是在有很貴的餐廳的話 是那個 電源要跟你鞠躬 要跟你講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他要跟你講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非常謝謝你 這種意思 那如果是 你如果對電源講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電源會嚇到 為什麼?你要對我這麼的尊敬 你是消費者 消費者還是 消費者比較大 好 比較差遠了 那我們 再教一下 65頁 我們再看一下練習B跟練習C 那這邊的話 因為大部分都教過了 所以我們用念過去的 那我們看一下65頁 65頁 練習B有沒有 練習 練習 60頁 這個都是前面幾乎都講過 所以我們給他念過去就好了 我們看第一個 那個類 類就是立體 他說三級です 三級です 立體說愛三點四三點 那我們看一個 他這邊有個圖 那第一個是 小學 小學數學 7點半 7點半怎麼講 7的話是念17 177和 7的話 17 17幾 17幾 7點 17幾和 47點半 那我們第二個 第二個圖 12點15分 很少看 現在很少看這種指針的 看到都有點忘記了 12點怎麼講 12幾十五分 15分 12幾十五分 接到 現在 十幾分 中幾回合 10幾分 11幾個 11幾分 145分 11幾 moji 12三幾分 事實 5分 11幾rynjoo 145分 年5分 所以你幾四十五分 兩點四十五分 好這個我前面就講過了 我的課你一定齁 你是我從頭學的那個學生 你一定要從第一課 我教的第一課一個一個 一直開始看 因為我前面有教過的課 我後面就會講比較快 你千萬不要跳著 千萬不要跳著說 如果你是從頭讀的學生 或者就是說 或者你不是從頭讀的學生 我之前教過很多日文系的學生 他是讀到他大一的時候就沒跟上 就被日文課都被當掉 一學期一年級上學期 下學期二年級上學期下學期 全部被當掉 然後讀到快退學的 因為他一開始就跟不上 我會勸很多螢幕前的人 你們在台灣的話 千萬不要去讀日文系 為什麼 因為我們台灣的日文系 都是從頭教沒有錯 學校沒有錯 錯都是你的同學 很多都已經學 一年兩年三年四年五年六年進來的 所以你的同學很多都是有級的 他可能是日檢五級二級三級一級 甚至還有一級的 如果你是轉日文系還是你去讀日文系 你的同學都已經不知道讀幾年了 所以你怎麼讀 你怎麼學 你的成績都是墊底的 為什麼 因為他們都已經學好幾年了 你學好幾年跟你一開始學人 把他一起 你要你要怎麼跟他們平 然後加上很多學校老師 其實是 他不是很認真在教 或者是他教得很快 應該認為 他可能會教得很快 是不是很認真在教 或者是 或者是學生 或者是老師很認真在教 教很多但是 很多人一開始讀大學 沒有一開始就沒有認真讀書 一開始就完 然後就功課就跟不上 一直被盪一直被盪一直被盪 那如果是這種同學 如果已經讀到二年級三年級了 那你的成績都 你的日文還是很爛 一直被盪的話 我會建議你看我這個系列 你從頭看 你去看我的 部落格 你看我的部落格 我會建議你 好 好 你可以看我的這個N5 N5的教科書 你可以看那個 文化初級日本語 從第一冊 第二冊 第三冊 第四冊 一直讀下去 那我現在教另外一系列 是大家日本語 那這兩 文化日本語 跟大家日本語 是差不多的 你讀到最後程度都會差不多 OK 你要讀那一套也可以 你要讀這一套也可以 你兩套都讀更好 你會更熟練這樣子 看得更多 學更多 那我建議這種同學 就是說你要從頭讀 你要花很多時間讀 你要把那個小的細節 都學好 這樣你的日文才會慢慢的進步 好 那是測遠了 所以二字45分 是要2點45分 下一個 第四個圖 十點二十怎麼講 十點什麼 九字 九字一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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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才說 十點可以講什麼 幾本嗎 有沒有 那二十分可以講什麼 幾本嗎 剛剛講有沒有 所以 就幾 幾本 三十分可以講什麼 三幾本 四十分可以講幾本 用幾本 五十分可以講幾本 好 我現在看 東京 今 南 東京 現在幾點 我們看第一個圖 下面那個圖 東京現在幾點 午後六時 他說 東京是下午六點 有沒有 好 我們看第一個 第一題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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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幾點 十五十七點 十七點 十七點是下午五點 所以 北京 北京 是下午五點 下一個 韓國 韓國是泰國的曼谷 韓國 下午4點 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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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前 上午9點 文敦 上午9點 洛杉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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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1點 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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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杉磯 上午 洛杉磯 下午 第一題 明天 是禮拜二 明天是禮拜三 禮拜三 禮拜三 水曜日 水曜日 明天是禮拜三 tribes 會議 禮拜五 會議 会议是 礼拜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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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是礼拜五 礼拜五 好 下一个 考试是什么 考试他这应该是木曜日 木曜日是礼拜四 所以考试叫什么 期限 期限是木曜日 考试是木曜日 考试是礼拜四 先去放假的是礼拜六跟礼拜日 休みは土曜日 土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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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本的答案以外 日本还会讲 土曜日 这个图日 就是礼拜六加礼拜日 就是我們中文講六日 所以 所以 休日土曜日日 禮拜六跟禮拜日 日本有 簡稱喔 豆日子 豆日子就是 土就是六 這個是日 所以 休日土曜日子 放假是六日 總是講六日 豆日子就是禮拜六 禮拜日的一個 縮短的講法 寫一下 我們看下一題 銀行是哪一時から哪一時までですか? 銀行從今年開始到今年結束 然後他的答案是 9時から3時までです 從9點開始3點結束 我們看第一個 我們就帶過去就好了 郵便局 我們說郵局叫做什麼 郵局叫郵便局 郵便局啊 他說這個郵局 難幾から 郵局是什麼 郵局從幾點 難幾まで到幾點ですか? 郵便局啊 難幾から難幾までですか? 郵局從幾點到幾點 好 他是什麼 從九點到五點這樣 郵便局 郵便局 唯 早貨公司從十點到八點半 八點半是怎樣 八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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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 從早上十點到晚上八點半 這邊要講一個文化差異 我們台灣的百貨公司十點關嗎 還有一些還十一點 日本的百貨公司真的八點就關了 搞不好七點就關了 日本的打烊時間很早 他們的店 你如果去逛什麼日本商店街 搞不好七點八點就關了 我們台灣有一些都開到十一點十二點 這個不太一樣 那還有一點就是 行塞八點 如果你有去那個 新災橋 新災橋 新災橋是那個大阪 大阪那個逛街最熱鬧的地方 如果你坐那個火車 坐到他們新災橋那一站 就是那個有點像我們台北東區 逛街最熱鬧的地方 我之前跟日本朋友去玩 N年前 很久很久以前跟日本朋友去玩 結果晚上七點 我跟日本朋友去吃那個麵 去吃那個日收把 去吃我記得吃巧安麵 晚上七點然後我就看到 欸 看到說有一群男生穿西裝的 然後很年輕 然後穿皮鞋穿西裝的 黑西裝 然後站在路旁一群人 一群人 然後我就 欸我就問他們是不是禮髮師 就我們台灣的話 這種造型禮髮師 蠻帥 然後那個日本就跟我講 HOST 就是牛郎 牛郎 那我會 我會 我會認不出 我會覺得很奇怪 因為我們台灣的牛郎 還是那個就是客種行業的女生 他如果在大街上拉客的話 他應該都要到 蠻晚蠻晚的時間 可能九點十點十一點 可是這個 晚上七點就站在那邊站一排 欸 我就覺得 我們這邊 我們這邊不是這樣子嗎 你懂什麼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 好 對 所以我們走過去是男的 我是男的 雖然不理我 但是你走到其他地方 會有女生來拉客 這樣子 那也是 欸晚上八點而已 他大概會 會穿這樣 然後穿這樣 然後站一排在門口 懂齁 嘿 然後就是 大概就穿這樣 然後我的印象是 覺得很奇怪 因為日本男生都很矮 以台灣的那個身高來講 但是我看一看 看過去好像180 後來是發現他們的鞋子 他們日本那個皮鞋裡面都可以 他會墊高10公分 20公分 OK 所以 所以啊這個日本的技術很厲害 日本的那種皮鞋還是球鞋 他們有那種 他們有那種鞋墊可以做到10公分 做到15公分的 嘿 你要穿皮鞋嗎 那他他一脫下那個皮鞋 他一站下來就會變超級矮 所以就是 所以這個東西可以去日本買 日本有很多這種 OK 那因為日本高的很少 那我180就看過去每個都好像跟我差不多高 但是這是不可能的 因為日本你要再看到一個180都非常困難 日本是真的比較矮 所以 所以 所以hostel就是牛郎 寫一下 所以日本牛郎很早就出來了 在那種 7點還在吃晚上的時間 他們就門口站一排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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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們那個時間是 欸 跟我們不太一樣 營業時間跟我們不太一樣 呃 車員的 那我們往下看 看哪一句啊 好 下一個 Depad 這一句嘛 這個第二個嘛 Depad は 10日から 8日和までです 百貨公司是從10點到8點半 所以 日本百貨公司很早關 好 下一個 所以晚上沒有什麼地方逛 好 下一個 図書館 は 讀書館 何から 何までですか 沒有 答案是 9日から 從9點 6日和までです 到6點半 下一句 開車は 你的公司 何時から何時までですか 公司從幾點到幾點 好 看他從幾點到幾點 好 9點15分 這個 9日 15分 から 9日15分 好 這樣子 要上幾個小時 喔 這個不值啊 雖然表現上是5點45分就下班了 但是日本人習慣的是要跟同事 要跟長官一起去吃晚餐 要跟客戶 然後到處喝酒 要搞那個人際關係 要跟同事跟長官吃飯喝酒 或者是跟客戶應酬 回到家到幾點 好 下去 第五題 最後一題 毎朝 何時に起きますか 每天早上幾點起床 他講什麼 7時に起きます 7點起床 這一詐題比較簡單 全部念過去 好 第一題 他寫個 買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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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晚 買一班 喔 每一晚 你幾點的睡 何時に 寝ますか 何時に寝ますか 每一班 何時に寝ますか 每天晚上你幾點睡 我 我看錯了 第一個是幾點起床 所以 我看一下 喔 他是每天晚上幾點睡 所以 第一個圖是十一點 所以 買一班 何時に寝ますか 每天晚上十一點 所以 買一班 買一班 十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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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一班 十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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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一 七 好 這個點 幾 十幾 十幾 所以 買一班 十幾 十幾 寝ます 所以 看你時間在這個你 幾點在這個你 買一班 十幾 十幾 寝ます 每天晚上十一點睡 好 ok 好 第二個 說 明天六點半起床 所以 明天什麼 明天 六幾 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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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六點半起床 明天六點半起床 下一個 第三個 今晚十二點睡 空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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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字寫今晚 空榜 有沒有 十二點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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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寝ます 今晚 十二點睡 有沒有 今天要十二點睡 有沒有 好 下看 好 禮拜日 十點起床 禮拜日 十點 禮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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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點 十幾 に おきます 好 禮拜日 十點起床 就有沒有看懂 從 耶 剩兩頁 忍耐一下 就把它唸過去 因為這是重複的 好 我們看一下六十六頁 第一個 哦 OK 他說什麼 毎班 何時から何時まで勉強しますか 他說你 每天晚上 幾點到幾點 你在讀書 好 他是什麼 七時半から九時半まで勉強しますか 他有從七點半讀書到九點半 有沒有 好 那我們看第一句 毎日 毎日 第一句毎日每天 每天你幾點工作到幾點有沒有 所以毎日 從九點半工作到五點半 毎日 每天 從九點半 所以九字汉 九字汉 卡拉 從九點半 五字汉 五點半 五字汉 待會 僱勞 這句 中午齁 休息到幾點 中午叫什麼 Hilu Hilu Nanji から 從幾點 Nanji Hilu Nanji からNanji Yasumi 中午從幾點 就已經到幾點 好 他說從十二點休息到一點 十二時から 一時まで 休みます 土曜日は 你禮拜六 Nanji からNanji まで 働きますか 土曜日は 你禮拜六 Nanji から 從幾點 Nanji まで 働きますか 禮拜六從幾點 工作到幾點 9點到2點 9時から2時まで 働きます 這句 每天早上 你從幾點讀到幾點 毎朝 不斷的重複 不斷的重複 マイ 朝 Nanji から Nanji まで 勉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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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幾點讀到8點 七點讀到8點 7時 7時から 7時まで 8時まで 8時まで 勉強 7時から 8時まで 9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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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nji 另一集 勉強します 每一集勉強します 每天讀書 第二題 昨天晚上有工作 錄音帶是這樣 昨天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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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可以講 昨天晚上 這兩個你都可以講 昨天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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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晚上有工作 働きました 昨天晚上有工作 好 好,下一句 後天要讀書 明天 勉強します 明天勉強します 後天要讀書 前天 我有工作了 一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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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天 工作 前天我有工作了 好,再看下一個 第八題 第八題我們看一下寫什麼 今日勉強しますか 今天你要讀書嗎 他說 是的,今天我要學習 今天要讀書 昨天勉強しましたか 你昨天讀書的答案是一夜 不,我昨天沒有讀 所以一夜勉強しませんでした 最後我沒有讀 我們看第一句 あさってはたらきいますか あさっては日前明後日 後天 所以あさってはたらきいますか 後天你要工作嗎 不我不工作 一夜 あさってはたらきません 家働きません 不我不工作 あさってはたらきません 毎晩勉強しますか 你每天晚上都讀書嗎 是的我每天晚上都讀書 はい 勉強 はい 毎晩 是的我每天晚上 勉強します 是的我每天晚上都有讀書 下一句 昨日の番 昨日の番 昨日晚上勉強しましたか 昨日晚上你有讀書了嗎 はい 勉強しました 是的我有讀書了 下一句 昨日 働きましたか 昨天你讀書了嗎 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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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僅きませんでした 我不是沒有讀書 我再看 重複一直不斷的重複 同樣一句要不要講個死遍 毎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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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題 毎晩 何時に起きますか 明天早上你幾天起床 6時に起きます 6點起床 第二句 昨日何時から何時まで働きましたか 昨天從幾點到幾點你工作了呢 9時から5時まで働きました 昨天從9點工作到5點 OK 那我們看第一句 埋邦 第一句 每天晚上 何時に 何時に 何時に寝ますか 每天晚上你幾點睡 昨日11點睡 7時 7時に 10 10 10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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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10 11 17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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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下面 今早 今天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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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早上你今天起床 今天早上你今天起床 我7點半起床 7點半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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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是過去式 所以你後面要接ました 所以 過去式 7點半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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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你從幾點工作到幾點 我從10點工作到6點 小時 さぁ 八音 8點半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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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а 8點半起床 第7點半起床 9點半起床 現在 昨晚上 昨晚上 昨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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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幾點到幾點 勉強 昨晚 從幾點到幾點 然後從這個七點讀到八點半 所以什麼 十七集 十七集から 雞雞和 まで 勉強します 那個過去一次嘛 因為昨天嘛 所以勉強しました 好 下一頁大家看而已 把他念過去就好了 把他一直同樣的 同樣的一個問題 要重複十次二十次 有點侮辱我們人類的智商 好 我們看第一 我們看六十七頁 這個ヤマト ヤマト是大河 漢字寫大河 ヤマト美術館 大河美術館 ナンジカラナンジマデデスカ 從幾點到幾點 十字カラヨジマデデス 從十點到四點 ヤスミワナンヨービデスカ 放假是禮拜幾 ゲジヨービデス 是禮拜一 然後講什麼 ドーモモ ドーモモアリガト 非常謝謝你 ドーモモ就謝啦 謝啦 好 好 好 那我們看第一個 他那個下面那個框框 把那個 把他那個有線的部分 你把它帶進去而已 就這樣而已 那其他不用改 好 第一句 郵便局 郵便局 ナンジカラナンジマデデスカ 說 郵局從幾點到幾點 他說 九ジカラヨジマデデス 郵局從九點到四點 ヤスミワナンヨービデスカ 你們放假什麼時候 土ヨービト 日ヨービデス 我們放假是禮拜六跟禮拜日 ドーモモ 謝謝你 這樣子 好 那我們看下一句 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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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拜四,我們是禮拜四放假 然後就講Adomo Adomo就謝啦 ok 好,那你上面那一句 這個問的人是對那個什麼 讀書館員問嘛,那他們覺得是什麼 店員比較小,消費者比較大 可是他下一句是 問老師,那你問老師 我們問老師你要講禮貌一點 日本的話,老師比學生 還要大很多 那你我們說 我們一開始學這個什麼 就是最禮貌的禁語 Mas Masen 這個叫,日文叫做 Masdesti 你講Masdesti 那日本人叫做 又叫做叮嚀提 寫一下 叮嚀就是客氣禮貌的意思 日本人把Masdesti 又叫做叮嚀提 叮嚀就是客氣禮貌的意思 所以你只要講Masdesti Masdesti 這個Masdesti 那名詞加des 這個對他們講就是叮嚀提 就是感覺比較客氣禮貌 好,所以你對老師講話的話 你要講Masdesti 你對客戶講話要講Masdesti 好,那我們看第一題 我們是要兩題就下課了 有沒有 好,看第一題 試験は何時からですか 考試從幾點開始 那B是老師 10時からです 老師說10點開始 何時に終わりますか 然後Oar Oar 是5段動詞 不是上下一段 我們說Ru前面要第二段 第四段 你第二段是上一段動詞 你第四段是下一段動詞 你Ru前面 Ru前面這個是什麼 Ru是第一段 我們說RU前面你要第二段第四段 才是上下一段動詞 可是你RU前面RU的是 Wa呢 Wa是第一段 所以你第一段就不是上下一段動詞 那我說你這個判別法你都不換你就老實查字典 那終わる他會寫五段動詞 所以你五段動詞的話你要改成第二個接mas 所以就終わります 那加個卡就問號 那終わります就結束 所以何時に終わりますか 幾點結束呢 十日に終わります 十二點結束 そうですか どうも 這樣子嗎謝謝有沒有 好這個どうも最好是講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因為他如果是對老師講的話 最好是講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你如果只有講どうも的話 你如果只有對老師講どうも的話 小心 這個老師會特別記住你 特別找你麻煩 OK 所以我會建議他這本書的這邊 如果他畫的這個人 那個中分的那邊 中分的那邊有這個鬍子的那個 看起來像老師你最好是講 你要講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而且還要跟他鞠躬 在日本是這樣 你講話不禮貌他就會 他就會對你會特別的對待 台灣比較不會這樣 那我們看一下一個 除非他是一般的櫃台人員 他不是你好師 你就不用跟他講那麼禮貌 但是如果他是你好師的話 你就要跟他講那麼禮貌 OK 那我們看第一句 他是說這個會議有沒有 然後把這個帶帶看 第一句 会議は何時からですか 這個會議幾點開始 他說 一時からです 我們一點開始 何時に終わりますか 幾點結束呢 二時半です 二時半に終わります 我們是二時半 我們是兩點半 そうですか どうも 謝謝 下一個電影 映画 電影叫映画 像是寫映画 映画 電影 何時からですか 電影是幾點開始 四時からです 四點開始 何時に終わりますか 幾點結束呢 六時終わります 六點結束 そうですか どうも 謝謝你 懂 好 那他這個シーケン 可能不是問老師 因為シーケン 一般是指 日本的試驗 一般是指大考 日本的試驗 就是我們的感覺 我們的聯考 是公務員考試 還是律師考試 是日文檢定考試 是大型考試 所以大型考試的話 不是他們學校 日本語言學校 又是日本語言語學校 就是日文補習班 日文語學校 語言補習班 那日文叫日本語 所以日本語就是日語補習班 英語補習叫什麼 英語補習班 那你去日本你讀語言學校畢業 你讀語言學校畢業怎麼樣 你有學歷嗎 沒有學歷因為他就是一般的補習班 同意思嗎 譬如說你在台灣最大的補習班叫地球村 你地球村畢業 他會不會搬一個大學畢業 這時候跟你不會 懂齁 同意思嗎 所以這BOKAKO就是那個語言補習班 所以如果 很多國外的人去日本讀日本語學校 就是日語補習班 那他還要再去讀日本的大學 還有讀日本研究所 這樣才有學歷 懂嗎 懂齁 所以他這邊齁 他這邊人 因為他這邊是問SIGEN 那SIGEN一般指的是大考 譬如說日語能力檢定 日本語能力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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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實驗是大考的意思 那就是日語檢定 不 counts叫日語檢定 日本語能力資源 日本語不可謂 日本語不可謂 也可以叫Kentai 所以他這個 他的補習班不是主辦的 這個要大檔那個大檔位 要國家檔位才能辦這個 才能辦這個日語能力測驗 所以他現在他這邊 應該是問那個櫃檯人員 是主辦方不是他的老師 好 了解喔 好 測遠了 好 叫他嗎 這個是我的想愛圖 應該就畫這個 第三個圖 昨天 12時到12點 到晚上12點 勉強しました 昨天晚上讀書 そうですか 何時に寝ましたか 你昨天幾點睡 一時に寝ました 我是1點睡 大変ですね 好這個大変我們講什麼 大変是辛苦麻煩 那大変ですね 你好辛苦喔 這就不是翻麻煩 讀書讀到12點你好麻煩 不是你讀書讀到12點你很辛苦 沒有 叫他嗎 你們看 大家看 昨天 我讀書讀到1點半 昨天 一時半 まで勉強しました 昨天讀到1點半 そうですか 何時に寝ましたか 你幾點睡 二時に寝ました 我兩點半睡 大変ですね 你好辛苦 昨天 昨天 二時まで 勉強しました 昨天我讀到2點 そうですか 何時に寝ましたか 這樣子嗎 你幾點睡呢 你幾點睡 我兩點半睡 大変ですね 你好辛苦喔 好 我在這邊再講個東西再講個2分鐘 因為我教十幾年我教很多學生 那什麼學生最好教 我要跟大家講什麼學生最好教 通常是一個有時間的名校的大學生真的比較好教 那什麼最難教 私立 私立高中 私立高職最難教 為什麼 因為日文的話 大家我們台灣人讀日文 七點都是一樣 都是從零開始讀 如果是一開始學的話 那 我教過最快就是那些高學歷的或者是那種 超過30歲以上40歲以上的 那他們定性比較夠 他可以一天讀到 最少兩個小時 三個小時 四個小時 五個小時 七個小時 八個小時 九個小時 起跳 他有時間他就可以一直讀一直讀一直讀 那我之前有教一些很小的小朋友 可能國中生高中生 國小生 嘿 他可能本身的功課也很滿 或者是他有時間他也不讀 我教過那種日文課的 我問他你一天讀幾個小時 他說一天十分鐘就不到 那我問你一個月一個禮拜讀幾個小時 一個禮拜大概沒有讀到一個小時 嘿 齁 齁 你其他人是 有沒有 其他人是一天可以就是 你那種通常是有那種 比較好的學校的學生或者是 年紀比較大人 他的定性比較強 他們讀書就是一天可以讀五六七八九十個小時 甚至一天可以讀十二個小時 那有一些人他從小就是他 因為我們台灣現在的比較沒有聯考制度 所以有時候很多人從小就沒有讀書 他沒有讀書習慣 你一天讀十分鐘都不到 你要怎麼跟一天讀十個小時人品 你懂我意思嗎 我之前有講過嘛 我之前教最最快是 兩個月就五級就考到了 還有一個教三年那個五級 不知道考幾次都考不到 為什麼 他每天的讀書量不一樣 那個 教三年五級都考不到 他說考第四第五次了 五級都考不到為什麼 他根本就沒變單字 沒複習嘛 有沒有 阿你那個兩個月就考到五級了 我不知道 為什麼 每天 我每天花幾個小時在讀 有沒有 就是 也是要工作啊 工作以外的其他能夠讀的時間 全部拿來讀書了 懂齁 懂齁 懂嗎 一天讀十個小時跟一天讀十分鐘 那個差差距太大了 懂嗎 那通常就是那種 有名的那種大學的學生 還是有名的高中學 他們從小已經養成了 就是每天要讀很久的習慣了啦 嘿 齁 齁 所以這個 你不能說 你不能說你問人家說 你日文你學第幾年了 你應該是問你一天讀幾個小時 你一個禮拜讀幾個小時 你一個月讀幾個小時 你一個月讀幾個小時 齁 他每天平均讀幾個小時 你就可以知道這兩個人的 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 一年兩年三年那個差距是非常大的 嘿 所以 那因為我教十年都教一對一嘛 那一樣的老師一樣的教材 那個教出來學生成績完全不一樣 齁 齁 為什麼 因為讀書時數不一樣嗎 齁 懂齁 好 所以如果你真的讀日文的話 你要看啊 如果就是說 你以後要去日商上班的齁 還是你要去日本工作 還是你要幹嘛幹嘛的齁 你那要花很多時間來讀啊 因為你是要拿來賺錢的 你還懂齁 拿來賺錢的話 但是學得越好越好啊 還是你要去 你要去拿你們學校的 欸你們學校的日本 日本的那個姐妹校嘛 你要拿那個什麼 你要 你要插到日本的那個什麼 去插大二大三嘛 插個半年一年嘛 那你當然是 你的成績要好嗎 你的成績要怎麼好 你的成績要好就是你要花很多時間讀啊 這樣會嗎 所以 不要聽別人講啊 什麼讀日文好輕鬆啊 隨便讀一讀 什麼一年 我一年就考到N2N1了 那你要你要去看人家一天讀幾個小時啊 然後第二個 我們很多台灣人齁 我們很多台灣人就是很討厭一點就是 尤其是我們從小一定會有這種人 就是這個人 這個 你看這個班上第一名第二名 每天在班上都沒有讀書 每天跟你講啊 我昨天看那個連續劇 我昨天打那個電動打到幾點 有沒有 然後在學校他都不讀書 然後帶壞別人 然後帶他去玩 可是你都會跟著他回家 他感到每天讀到半夜一兩點 然後 禮拜六禮拜日整天都在讀 但是他們一定到班上一定會說 啊我都沒有讀書 我都沒有讀書 我都在玩 我們華人最喜歡搞這一招 所以你網路上你會聽到很多人講 什麼寫那個什麼 有的人講 啊那個什麼 會五十英就可以考五集的 會五十英就可以考五集的 不用讀了不用讀了 然後說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都會 我都沒有讀了我都會 這種你不要相信啊 你要考五集 我們這一本我們就要學到二十五課 而且你要寫很多題目 你才能考到五集 你這樣你才能考五集喔 喔 不是說五十英就會了喔 我現在教第四課而已喔 第四課你看我就教幾個小時了 不要再相信說什麼五十英就可以考五集了 那個都嘛讀得要死 然後跟你講不用讀不用讀不用讀 那個最少要考五集最少要摸日文三百個小時 那你就算啊你之後讀五十個小時一百個小時 你用拆 因為要選擇題嗎 你用拆你用拆到那有什麼用 運氣好而已啊 你你重點是你把 一到二十二十五課的書 讀好讀爛會聽會寫會講 這個才有用嘛 你要會聽會寫會講 你要你要花好幾百個小時才有辦法 懂齁 好我一開始會一直講這些 然後大概教到 再幾課我就不講了 嘿 因為我一直要跟大家講 你讀日文是要花時間的 那如果你 你沒有花那麼多時間的話 那你會學很久 你會發現有些人他會讀很久 他也看不上 他日文學不好 可是以後是要靠這個吃飯的話 你就要花很多時間讀 嘿 四十五十歲以上的人 他們考到N2 N3 N1 的人非常非常多 那如果你是日文系的 你連N2 N3都考不到 甚 嘿 那你你畢業要怎麼去跟這些人 這些不是日文系的 他都考那麼好了 你懂我意思嗎 嗯 好 這是靠北完了 好 晚安 拜拜 拜拜